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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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老门 您可真会挑石仿 挑了个连英语的天 我也是顺天意而为之 什么时候出纲啊 就等您二位了 二位请上座 好 请 骆公公 请 那就看吧 是 是 出缸 是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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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二 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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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言 看上來了 看下部 火 rainbow 看下部 慢一點 小心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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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说了 老爷 你什么事呢 你别说了 老爷 你还不想你 别说了 别说了 你别说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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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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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唐老板的事你说 我等着他明天亲自送上门来 现在麻烦的事是 我怎么向皇上交代 是啊 现在已经是夏末了 你教龙岗的日期不足三个月了 可是我听说现在京城里乱哄哄的 有人劝袁世凯成帝 这皇上还顾得上秋后祭天吗 元世凯想当皇上 那是天大的笑话 皇上秋后祭天 此时以诏告天下 是不能改变的 这宣统皇帝自己岁 哪懂什么祭天啊 皇上不懂 有人懂啊 魏院长 等处置了逃圣人之后 你就给皇上删个折子吧 怎么写 你一个堂堂的近史 还用得着我教你这么写折子吗 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 九叔二日 因景德这名谣姚主扰乱 致使官姚烧至玉器兽补 建议处决案犯犯逃圣人 正在加紧赶制季洪大纲 这不就完了吗 是是是是 对了 其实啊 根本不用写什么折子 这镇上 有电报局发个电报不就成了 发电报 你也得拟好电门吧 你赶快去写吧 你赶快去写吧 福人 请您跟我来一趟 王大夫 老爷是什么病啊 老爷是心火上升 气血攻心 一时导致了昏迷 那怎么办呢 没有大碍 跟我去抓几副药 吃了便好了 好 长江啊 赶紧跟王大夫去抓药 好 谢谢你啊 王大夫 请不客气 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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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爹醒了 老爷 你醒了 醒了就好 你 我 爹 爹 你 爹 你 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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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 你 爹 你 我有话跟你母亲说 是 长相长喜 走 此次少知失败 是天不由我呀 向我陶家先祖陶玉 在唐武德年间 就给皇上收过瓷器 那少的瓷器白如雪 冷如玉 在长安被称为假玉器 人人正想购买 已是痴迷天下 可这回我少知惊鸿 老天爷却突降大雨 只是天要免我逃啊 逃家要毁在我的手上呀 老爷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你要是爱不过去 我们一家人可怎么办了 老爷 老爷 俗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老爷 我们跑吧 跑 跑哪儿去啊 我跑了 你们怎么办 祖祖留下来的家业怎么办 家业不要了 老爷 拖家呆口的 你跑得过人家的长枪快忙嘛 快别说傻话了 我在想 我死后 咱们家的祖业不能丢 长江为人太忠厚 不是做生意的料 只有长男可以接我的伴儿 老爷 我事先想到了这一点 才把他叫回来的 老爷 老爷 事宜至此 你不要再哭了 于事无补的 你叫人 去把姚里的吴先生和柴火花给我请过来 我有话跟他们说 老爷 快去吧 快去 快去吧 一点点 爹 陶氏婆的龙缸 你烧砸了 我烧了三次 都没烧好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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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陶氏婆真的会被处死吗 他真的会穿铁靴戴铁帽而死吗 你陶氏婆 是怎么竟得朕受益最好的烧此人 如果不是天下雨 我相信他能烧出这堆大羔来 天不作美啊 爹 想想办法救救陶氏婆 你陶氏婆 是不该死的 景德镇 不能少了他 如果他陶氏医也不能没有他陶老爷 他不能死 不能死 爹 万一陶氏婆有个三长两短 那如意的亲事 天下 有相 专时 去准备一份厚礼 陛爹 到威县厂那儿去走一趟 哎 娘 照我说 别听爹的 咱们跑 今天晚上就跑 实在不行 咱们拿轿走台 也要把爹抬走 娘 我觉得唱的那个法子可行 胡闹 能这么对待你爹吗 这是大逆不道 你爹说得对 我们能往哪儿跑呢 家也丢了 那些官兵追不起来 我们一家老小 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 那咱们总不能看着爹去送死吧 不瞒两位 这一次 我是逃不过这一劫了 向我陶家在景德镇 挤带做陶瓷 我不想在我这一带断了根 所以把二位请过来 老爷 有什么事你就说 只要我能做的 你叫我死都撑 别这么说 我 我三个儿子 大儿子昌江 为人太过实在 不适合接管家业 三个儿子昌阳太小 只有二儿子昌南 自小顽皮好学 小有聪明 可以借我的手 老爷 你别想那么多 我去替你死 霍王 我能体会你的一片好心 但是我这罪 你顶不了 李生死状的人是我 不是你 老爷 所以我看你 你 有 你 我 还望你点拨一耳 逃凭我 你的出托 在下责无旁白 你放心 对长安 受到定大尽心尽力 皇王 你在我父亲的一辈 就是霸装师傅 你的手艺在景德镇 数一数二 这次失手 是天不用我 不是你的错 老爷 我也有错 皇王 长安今后做主妖长 我还想去你做霸装师傅 在手艺上 你要教教他 老爷 只要二少爷不嫌弃 我一定会的 卫县长 赵老板 快快快快 稀客稀客啊 坐坐 坐 卫县长 今天来是有件事想求您 你说什么事 这是我家收藏了十几年的长白山老山绅 请收下吧 长白山老山绅 好东西啊 你先收着 什么事 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这次曹老板 龙岗没能烧制成功 照老方是要戴铁帽穿铁靴治罪 是不是请卫县长再跟鲁公公求就情啊 这事没有回旋的余地 为什么没有余地啊 福良现在是民国的领地 并不是大清的天下呀 您是一方父母官 难道还容忍一个太监在这儿喊大喊杀的吗 如心啊 你有所不知啊 当年袁大总统逼龙玉太后退位的时候 给皇室留下了几十条犹带条件 这其中就有景德镇只要官窑不熄火 鲁公公的独逃官就得当下去 就得继续给皇宫烧玉瓷 这是袁大总统亲定的 好 就算是这样 那鲁公公管的是官邀 他凭什么管人家民言啊 你听我把话说完 据说龙玉太后退位的时候 提了三点要求 第一 大清皇帝尊号相成不惕 第二 不提蓄魅 第三 进宫和义和园可以随便进出 这也是为了他们东山再起 留下了后路啊 相成不惕并不意味着 清朝皇帝可以继续下去 也更不意味着 他们能继续统治中国 可是官厂并不这么认为啊 万一他们东山再起呢 所以现在民国的那些官员 对紫禁城里的那些人 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事儿啊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根身我也无福消瘦了 请带回去吧 魏先生 相成不惕 指的应该是像陶老板这种 无可替代的中国制陶人的精华 魏先生 您是景德镇的父母官 咱们老祖宗所传承下来的光荣 您应该尽力去帮臣去维护才是啊 静三思 可是谁让他强出头揽了这事儿呢 他又立下了生死状 长男 堂下 长男 跪下 听见没有 我叫你跪下 门下 是 家里出了大事 你也知道了 你听好了 当着陶家先祖的面 从今天起 我就把家业交给你 交给我 长男 你看好了 这些是家谱 这些是账本 另外 老祖宗还传下了一尊济鸿大摩佛像 我一并交给你 记住 先祖烧制这济鸿佛像 一共只烧了两尊 一尊进宫 一尊保存在我们家里 宫中那尊佛像 在和英国人打鸦片战的时候丢失了 也不只是被打碎了 还是遭人窃取 总之是没了 所以我们家这尊佛像更显弥祖珍贵 这尊佛像是我们陶家的镇摘传家之宝 你要好好地传承下去 可是爹啊 我现在还在上学呢 是你的学业重要 还是陶家的基业重要 可是 可是我对陶瓷只是身上啊 长安 来 长安 我问你 你喜欢做陶瓷吗 喜欢 喜欢 喜欢就好 只要喜欢 就能成事 不懂可以学 哪个能遗忘便知了 我们淘汰姚长能走到今天 实属不易 我已经跟吴先生和柴火王都交代好了 以后遇到重大的事情 你如果自己拿不定主意 可向吴先生请教 姚长里的事可找柴火王商量 是 爹 这 当家人责任重大 我怎么能承担得起啊 再说 论辈分 也应该由大哥做当家人才是啊 放肆 陶瓷也一向竞争机灵 尔语我诈 你大哥为人憨厚 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你难道想看着陶家 被别人打压江河日下吗 爹 爹 爹 你从学校带回来的两张画 我反复看了 你对陶瓷还是有物性的 只要你有心 就一定能做好 从小你聪明伶俐 心思激励 不好的是 性多顽劣散满 只要你能改过这一点 是一定能将陶家的基业发扬光大的 爹 是 长南 你就答应你爹吧 长南 你就听咱爹的吧 大哥会帮你的 娘 大哥 长南 跪下 是 长男 对着列祖列祖起誓吧 我此事 我一定 要让陶家 真情起来 父亲 我问你 你要处置的那个姓陶的 是不是陶圣人陶家 是啊 他们是不是有个儿子 叫陶长男 好像是 你们这干嘛 父亲 我那天在船上落水 救我一命的 就是那个陶长男陶先生 你是说陶老板的儿子 把你给救了 是啊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现在却要处置他的父亲 你说怎么办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怎么知道呢 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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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陶老板的龙缸没有烧好 又跟陶公公立下了生死军令状 这明天就要被处死了 父亲 我要你想办法快点啊 要在死囚街里弄个死囚 星系可以代替陶老板 那好啊 那你还不赶紧跟陆公公说 不不不 这事千万不能找他 我要跟陶老板说好 这陆公公贪财 如果许里重金 这事啊 也许还有转机 那好 那我现在就去跟陶府说 回来 你一个女孩子家深更半夜的 往人家家里跑 成何体统 要去还是我去吧 父亲 还是我跟你去吧 这样一来 也可以确认 陶老爷的儿子是不是陶长南 走吧 开门 开门 谁呀 你找死啊你 把你三哥挑什么也挑 对不住 对不住 我找陆公公 陆公公早就睡去了 先生 你是什么人啊 对不住 你找陆公公干嘛 我找陆公公有急事 对不住啊 哎哎哎 陆公公他睡了 陆公公 你干什么 回来 陆公公 回来 站住 站住 陆公公 你干什么你 哎哎哎哎哎哎 陆公公 你前面 陆公公 我是陶老板的儿子陶长南 我是在替我父亲顶罪的 我求求您 往开一面 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哦 你就是陶生人的儿子陶长南 是啊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孝心的啊 难得 告诉你吧 你父亲呢 是自饶 谁也替不了他 陆公公 我求求您 您要是杀了我父亲的话 我们淘家就完了 您就饶了这一次行吗 我不杀他 朝廷就得杀我 陆公公 陆公公 你不就是爱条命吗 我是陶老板的儿子 我记得偿命 我记得偿命行吗 司马非笔马 朝廷要的是逃生人的命 你这样做 于是无补了 来人呢 在 陆公公 陆公公 哎 哎 你们这不能少废人 我记得偿命 陆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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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您 我这是警察的最好的民谣主 你要是杀了他 警察这个民谣就完了 陆公公 放开我 陆公公 老板 走吧你 关门 陆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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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 陆公公公 该交代的事情 都交代了 我也该走了 与其明天到县衙 去戴铁帽子 穿铁靴子 不如我自己来个了断 我该走了 桃家就交给长男了 娘 您就别说了 不管父亲做不做决定 今天晚上必须走 要不然只有死为一条 您就听我的吧 爹 娘 长男说得有道理 这 老爷 爹 老爷 老爷 老爷你怎么了 娘 爹怎么了 你爹脱鸦片了 快快去找王大夫 老爷 爹 老爷 爹 老爷 爹 王大夫 老爷 王大夫 对不起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王大夫 王大夫 准备后事吧 王大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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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桃车这么大的哭声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会吧 哪个小姐 真的是桃先生家 你们家这么多人在哭 出什么事了 我们家老爷过世了 怎么过世的 他吞鸦片了 吞鸦片了 这 你们家老爷这 信阳大人 你有什么事吗 那你就告诉你们家老夫人 让他节哀顺便吧 谢谢县长大人 麻烦你跟桃先生说 请节哀 谢谢魏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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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公公 快 派人到桃家去 把桃生人给我抓起来 哎呀 桃老板你已经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吞鸦片死了 真的死了吗 这可开不得玩笑啊 千真万确 昨天晚上本县得到消息 去了桃家亲眼所见 他倒聪明啊 马上六百里加急 把折子递到宫里去 看皇上怎么发落我了 你看卢公公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六百里加急呢 在镇上发个电报不就行了 哦 对 我又忘了可以发电报啊 嗯 那你马上派人去发呀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家属达理 王法 ¡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家属达理 老夫人 请进来寻病 谢谢詹老板 来 請吧 你快走 什么啊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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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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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举起来 一 二 三 这 什么呀 怎么闪了 丢 为什么不走啊 有人拿亮光照顾看 你想干嘛 想捣乱啊 没有 我不是捣乱 魏小姐 这不是魏小姐吗 怎么回事啊 陶夫人您好 这是照相机 在西方 结婚或葬礼的时候 他们都会为亲人拍些照片 留作纪念 我是想送给陶先生的 娘 大哥 这是洋人发明的东西 能够把人的影像留在纸上 我想魏小姐没有恶意的 真的 这是个照相机 它只能照相而已 可是魏小姐 这不是在外洋 这是在中国 今天人家是办丧事 不是办喜事 你没经过人家同意就照相 太不礼貌了 魏小姐 你不要再找了 快走吧 走啊 大哥 对不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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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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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z 神奇妙算 皇上真是慈悲心肠啊 你 我 没完成使命 为家指责 还在圣旨里加以勉励 我们这些做奴才的 真得好好体会 皇上的一片苦心啊 是是是 呐 委员长啊 还有一事 陶胜仁虽然死了 可是他犯煞 夸海口说大话 给景德镇的民谣带了个坏头 你得出个告示 把这陶家窑厂给我封了 封陶家窑厂 公公啊 事情不能做得太绝了 陶老板已死 他得罪你的那些事 也就跟着去了 如果在这个结果眼上 封人家的窑场 那景德镇的商家会怎么看呢 这我可管不了 陶胜仁一死 这陶家也没烧死的人了 破败 那是迟早的事 哎呦 那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 何苦做得罪人的事啊 不行 此风不可掌 陶胜仁虽然说是自信了 但是这种行为 是对本公公的大不敬 都觉得他那样 那景德镇还会把我放在眼里吗 哎呦 卢公公 您是原大总统亲定的督逃官 谁敢对您不敬啊 再说了 咱这封人家的窑场 总得有个理由吧 封一个小小的民窑窑场 还要找什么理由吗 明天 你就给我添出告示去 这个烟火